讓我們來看一下,比如說顯示第幾頁 那你會發現,我如果今天查詢完之後 他 沒有page的訊息 所以你會發現 在那個問號後面 有沒有 沒有那個page 那剛剛我同學問說,老師那page怎麼來的呢 那如果他這邊有,我裡面有寫一段程式 如果page等於空的,沒有東西的話 那表示他是第一頁 對,也就是說今天我查完了 那我一定是跳第一頁,可是我今天如果點page1的話 他一樣也是 一樣也是跳第一頁 可是多了一個什麼東西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會多一個什麼page等於1的訊息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我點這個他是page1 後面都一樣 那如果點page2的話呢 他會跳到第2頁 有沒有,page等於2 那並且把第2頁的東西顯示出來 同學可能對這個地方 比較 不太知道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第一個 各位往下找 大概到結束的地方的上面 就是 倒數的 大概第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第82行這裡 他 其實怎麼來的呢 也就是說echo 共幾頁 選擇第幾頁 第幾頁他就把總共的 頁數 幫你用一個回圈把它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在我們總共頁數的地方 他會自動跳出這個 選擇第幾頁 所以一個回圈第1頁第2頁 那根據什麼 根據就是 能不能整除了 繡幾頁 所以第1頁第2頁繡出來 那 裡面的話 其實這樣是一個超連結 連結到哪一個頁面呢 其實連結的就是 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 加個問號 多一個page 後面的話呢 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第幾頁 那第幾頁是 根據什麼 因為show的話 總共是 比如說兩頁 那就是 1 2 兩頁 然後串接 後面的話都一樣 是select 跟keyword 那有時候點 點他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跳第幾頁 然後顯示出 總共幾頁 所以 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執行 完畢之後 這邊下面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剛剛的東西 那如果你點擊他的話 怎麼知道說他有沒有點擊 像我第1次 進來的時候沒有點擊 所以上面沒有page 那你們可以看到 第二個部分重點 就是說 往上捲動 大概到第幾頁呢 第幾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判斷 哪一個判斷的 這邊 大概在43行的地方 如果page 裡面的 等於空的話 那我就直接給他1 就算第1頁 因為 如果沒有 頁數的訊息的話 那我一定就顯示第1頁 可是如果有第2頁以後的話 那我就顯示第2頁第3頁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的重點應該在這裡 因為有些東西的話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去了解 那顯示出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 把這個 頁數的部分 把它加到那個 我們顯示的 這個 超連結裡面 那一樣是呼叫自己 所以點擊第1頁 他一樣是呼叫自己 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page 那我要怎麼抓到 這個page 的訊息 那各位再往下找 往下找哪裡有page的訊息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page 這邊有一個 star page 然後 底下有一個是 第幾頁的訊息 page 哪個地方還有一個 page 第 這個是結束 這個是顯示page 那 如果if 如果裡面是空的 這裡啦 這個地方 OK 42行有沒有發現 他 用什麼方式去get 因為他是傳遞一個 UIL參數 所以我用什麼 用get 這個 去取得什麼 page的參數 然後丟給這個page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剛剛從這個地方 如果點擊他的時候 那就透過UIL 去取得這個 這個參數 然後就知道說到底要秀第幾頁 OK 這個是第1個 各位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部分 第2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按一下什麼呢 詳細頁面 一般現在的流行 設計方法就是 這一筆 旁邊會有個詳細資料 那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顯示出來 總共會有 幾個 總共會有 6個欄位 但是呢 我只要 我只先顯示一半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比較不會造成那個 伺服器loading太重 不然的話 早期設計師 查詢全部給你 那每一個人都全部給你的話 不得了 那 光 存取這些 這個流量 每個人都會loading 就很重 所以 最好的策略是什麼 盡量給你少一點 你要看你在點擊 你要看在點擊 這樣的話 雖然你麻煩一點點 可是對於那個 Servor端 那個 這個loading就變得比較輕微 就不會因為說 很多人上線 然後就變得很慢 不會 因為反正 你點下去 我給你一點點 給你一點點 這樣的話 Servor其實 比較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再來的話 詳細資料 這個地方第1個 他怎麼顯示 他怎麼 我們來看一下 點擊他的時候 那 這個地方 裡面的這個詳細頁面怎麼做出來 第二個 點擊之後的話 我必須跳到哪裡呢 跳到第3個 然後傳給他什麼 ID 等於10 select 等於bookname keyword 等於php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就按照什麼 ID 去把 這個人的資料給抓出來 並且怎麼樣 把他們的資料分別填到這個表格裡面 包含就是書名 包含就是作者 ISBN 跟出版社 還有售價 當然編號的話就是10 所以 總共呢 6個欄位的資料呢 其實都會派上用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1個 這個怎麼做出來 詳細頁面 首先的話呢 這個頁面 詳細頁面你可以切到我們的那個 表格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當他要組成 表格的時候 主要是這個 table 有沒有 這個table呢 會分別 輸出書名 出版社 作者跟詳細 那詳細裡面的話 這個地方上面是欄位名稱嘛 那下面的部分的話呢 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TD開頭 就是這個儲存格裡面 我們主要 利用什麼方式 這個 這裡沒有用表單 而是直接怎麼樣 利用超連結 連結到 第三個 PHP 後面問號有沒有 特別注意 執行 ID 那我要知道ID是哪一個 後面的話特別是 串接一個什麼 RO 中瓜壺0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怎麼來的 這個RO呢 指的是 這一列 比如說我抓到這一列 的 第 幾欄 那欄的話是從0開始 所以我 ID一定是從 在第1欄 那這個資料的話 我就可以 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怎麼抓到的 實際上各位可以看到 他是從 查詢結果裡面 去抓到某一列 其實特別注意喔 他是利用這個函數 叫 MySQL 底線 叫什麼 Pitch 底線RO 這個函數呢 你可以查一下 你們可以查一下 他其實就是抓 一列的資料 只有抓一列 從結構裡面 查到的那一列 就是 他先抓一列 然後哪個ID 第二列 哪個ID 然後並且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分別就是 給 這幾個 所以這邊的話 ID就放進來 那也就是說 他查到了結果的 那一行ID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了 其他 每個不一樣的ID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的游標放在上面的時候 下方 也會顯示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筆其實是 ID編號為10 那如果是下一筆 反正你看下面這邊都會 這個是20 那這是15 所以每一個 都會連結到 他對應的ID 那當他點擊的時候 他就跳到這一頁 那ID怎麼查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第三個頁面 所以第三個頁面把它打開來 OK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那因為一樣的方法 他會傳給我三個參數 所以第一個 一樣 透過什麼 UIL 有沒有 去把ID 去get到 select select 指的就是說 他是查什麼 查書名 作者 還是出版社 然後關鍵字 OK 一樣吧 所以第一步 一樣是去截取他的參數 第二個呢 一樣 再去連結資料 因為 我要 詳細的把這六個欄位的 六個欄的全部資料都抓回來 所以一樣去連資料庫 一樣連那個 這個這個 MySQL 然後連資料庫 然後再來的話 關鍵在這裡 Slate 所有的 有沒有 會有ID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才去把那一筆資料給查出來 那這個comment 在這個地方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假如要把那筆記錄查出來的話 那我就ID給他 比如說我這個 其實你們也可以練習 直接在哪裡呢 在那個MySQL裡面查查看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 上面有個SQL Library裡面 比如說你今天要查某一筆記錄 假如說ID等於10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在那個 Library那邊點一下 然後呢 他的SQL 這個 這個 所以有時候 連結 這邊 那因為你會發現 他這邊 為什麼會 會沒辦法 操作了 剛剛的同學問到說 如果你有登錄過帳號 可是你一段時間沒用的時候 他會自動幫你登出 那個時間是多少 1440秒 相當於多久 24分鐘 OK 所以大概24分鐘 我記得以前好像半個小時還多少 大概24分鐘 OK好 那把它輸入 如果你沒有做任何他會登出 這個比較合理 因為那個叫Section Section就會自動幫你登出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在Library裡面輸入一個SQL語法 其實就模擬啦 我是建議如果你對那個SQL不熟的話 你在這邊 那比如說ID等於10好了 假設我要查這一筆 有沒有 Section 所有的欄位 Frontbook 會 ID等於10 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發現 他會幫我把那一筆記錄給查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查出來就這一筆 可是問題 你現在是在哪裡呢 在MySQL裡面查 但是我現在是想 就是我今天是 傳給MySQL 那MySQL查完之後再丟給PHP PHP再幫我把 抓到的這個東西 一個一個的塞到那個table裡面去 那流程大概是這樣 可是 後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查完的東西 然後他查到 那怎麼樣把一個一個東西 放進去 其實這個地方就要來設計一下 有沒有 PHP 咦 各位有沒有發現 Echo 裡面是1 那為什麼是1 特別是我剛剛講過 他的欄 一定是從0開始 所以ID是 第0欄 然後呢書名是第1欄 所以後面的話你會發現 再來什麼 再來是作者 作者是 3 2 出版社 所以你怎麼知道說哪一個順序是多少 其實你看一下這就知道 這是0 這是1 這是2 這是2 以此類推 2345 反正你就照這個順序 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將來如果輸出 看到 錯了沒辦法把它顛倒一下不就好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他會先幫你查出來 然後呢 再把 查出來的 一定就一筆 因為ID不會重複 查出來的那個東西 分別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幫你把它放進來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 重新查詢 就連結到 最前面的 返回的話呢 就是把關鍵字帶過去 有沒有 再讓他再查一下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試一下好了 這邊就是這個地方 返回 他就帶過去了 然後再點一下 有沒有他就把 相關的這一筆記錄 帶過來 OK 試一下好了 那相關的程式 在雲端上 這邊可以看到 如果做完了 如果以最後 假如說你這沒問題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其他的資料庫 比如說像什麼 成語查詢系統好了 假設我今天 利用同樣的範例 第一個 當然你要先在 也許在library 直接建一個 成語好了 然後放上去之後 再來 我比如說下一個關鍵字 這個時候應該 你也可以看到 要讓他查什麼 因為成語裡面 總共有三個欄位 包含什麼 成語 範例 還有什麼例句 反正好幾個 你看也是 如果你可以讓人家 多條件查詢的話 也可以下來清單 查出來大概就是 每 五筆或十筆 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三個頁面 其實從這個範本 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做出一個 查詢系統 其實也蠻方便的 只是說等一下 如果做完的 同學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範本 改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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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